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21日 星期四 現在跟大家跟進上海最新的狀況 上海 20日宣佈動態清零 當然啦 這些一組事前 我們也跟大家說了 動態清零一定可以的 因為現在 有了新的 論述 甚麼論述呢 就是在他的隔離區以外 不會感染到 沒有一宗由隔離區感染 就叫做動態清零 那就一定可以啦 但是區內 不理會 區內的數字不用公佈了 那麼現在 基本上 他的數字 由他所說 他喜歡怎樣作就怎樣作 上海市民滿心歡喜 可以解封你的清零是不是 不是 實際的 是不能解封的 為甚麼 除非 你家 住在金山區 或者鳳賢區 如果住在浦西 外灘 附近 雜雜北 隨匯區 傳統的這些 中心區 那怎麼辦 如果你是住在浦東新區 那怎麼辦 對不起 那些地方 還是未可以解封 為甚麼 要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大陸的國策是怎樣的 這次 上海主要清零 其實 就要解封兩個區 一個 金山區 一個叫鳳賢區 為甚麼 因為這兩個 是主要的工業生產地方 很多很需要在這裏搞定的東西 全部都要在這裏 全部都要開工 工廠要復工 如果不是 全球的經濟鏈就斷 其實全球的經濟鏈斷 跟中國有甚麼事 但是中國接了很多單 你不交貨 別人就要你賠錢 就違約 然後那些廠要搬走 搬走 更加多人失業 到時經濟就崩潰了 我們詳細跟大家說一下這件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統計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以後一個星期只會做一天星期二的直播 其他時間我們也會有恆常節目 恆常節目早五晚也會有的 看時段 我們 也想教你生理時鐘 晚上睡覺 早上起床錄節目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通常會集中在 香港時間的 中午下午才出 有時 剛好也有上午出的 中午下午的機會會大一點 希望大家多多包銷 跟大家說說新聞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 17日已經說明 金山區 鳳賢區檢查社會面管理生活物資供應 保障情況 要為問這些堅守崗位的一線工作人員 下沉軍部 公安民警和志願者 上海發佈了 上海市金山區鳳賢區 連日利新增陽性感染者人數持續下降 有望率先實現社會面清零 其實 不是這個地方下降 是因為這個地方要解封 所以他們就寫了這個下降 根本現在數字全部都是假的 是不是 任他作的 為甚麼要解封這兩個區呢 就是這兩個區 是一個重要的工業區 我們詳細說一下 這兩個地方有甚麼產業 好了 說一下金山區 金山區 本身經濟特色 是什麼呢 就是 很多的工業區 主要是金山工業區 這個工業區 金山工業區 之前 在97年建築之前是一個農業大院 97年 之後 整個產業結構改變了 截至2008年 金山區的第二產業 比重佔到GDP 整個比重是64% 而第三產業 比重佔32% 第一產業只是佔4% 經過10年發展 金山的第一 二 三產業也完成了自己的格局 農業方面主要有四大產業 就是優質度米 綠色蔬菜 明優瓜果 以及特種養殖 第二產業主導的 是化工醫療 機械電子 紡織服裝 以及 整車和汽車零部件 最重要在這裏 如果金山區一封 全中國都沒有汽車出 Tesla 加到400元一日人工 就是聘請員工加班 第三產業方面 金山 正是 向著 重發展 生產 營服務業 尤其是建設國際化工 成 的化工物流行業 未來 就會更加調整 結構重整 要鞏固先進製造業 現在有金山新城 金山工業區 金山現代農業區等等 大家都知道 剛才那幾種產業 主要是全國最成功的 紡織服裝 電子機械 化工醫藥 汽車零部件 正在四大主導 都足夠整理金山區 另外鳳賢區 鳳賢區也很重要 鳳賢區 主要是做一些 香精 香料 化妝品 所以鳳賢區 有中國化妝品產業之都 大部分的很多化妝品都在生產 例如資生堂進駐了上海東方美谷 就是在鳳賢區 首家落戶東方美谷的世界巨型化妝企業 東方美谷每年都會搞一個東方美谷國際化妝品大會 這是很大的一個show 所有的化妝品的生產 很大部分在上海生產 這個 以前也是農業的 當初鳳賢區也是農業的 後來 還有生物科技園區 生物科技園區 有生物醫藥產業 生物科技園 主要是產生 這兩種產業 然後就做了美容 美容 也是 鳳賢區最成功的地方 大家想想 這兩個大地方 一個是金山 一個是鳳賢區 兩個區 都是中國現在最主要的工業生產重地 裏面有大量的外資工廠 所以他們就要讓你復工 復工 但是其他地方 就不解封 原因是甚麼 原因如果你在這裏居住 在另一個區過來的 不能回工 不要緊 你是工廠睡 工廠睡 另外寧願加班給你 現在Tesla 據說每日出到400元的工資 加班費 一個月有12000元 不要放假了 你回家反正也沒有工作 在公司 在工廠做買 在那裏睡買 這樣 以後中國的工人就不用回家了 在那裏做為止 因為你也回不了家 你回家又要做核酸 回來又要做核酸 中間又沒有車 是不是 那就搞定了 以後 他們想要 復工而已 不是讓你上海人 過回正常生活 所以 這個消息出來 我們的解讀就是 他 城市 即是浦西 浦東 這些比較 發達一點的地方 不讓你復工 所有工業生產的地方 有工業的 例如崇明島 遲些也會復工的 因為 崇明島裏面 有很多工業在 崇明區 敏行區也是 其實上海 反而住宅區就封你了 你在那裏住 在那裏住 不死人的 你住得上海有錢的嘛 在那裏住一下吧 不要出去啦 不要亂走 這個 就是現在中共那種最無恥的想法 他又要你工人工作 又要不讓你走 又要封鎖你的地方 即是說 又要馬而好 又要馬而不吃草 因為 一個工人 打完工 也有正常生活的 也應該去休息一下 可以去 relax一下 回家看電視 可以嗎 沒有了 現在沒有家 只是在工廠睡覺 你只聽到這些東西 也覺得 完全是侵犯人權 完全是淺淡人權 當你是社會主義的螺絲釘 你是一顆螺絲來的 你沒有任何的權利 你的 一生人 一出生你就要工作 直至你死亡 這個真的是正正式的奴隸社會 我們看到 只是看這個信息 他只是解封這兩個區 其他地方就很久都不解封了 我想封到二十大也未必會解封 所以 在上海的朋友 很慘 我現在即時想起 楊千華在上海居住的香港藝人 或者是李立群 這些上海藝人 像蕭敬騰那麼親共 他就走掉了 一收到封 第一時間回到台灣 真是聰明 我們看到 現在真的是 十分之令人 覺得 很無恥 全部都是 這些有事走私的人 到了國家需要他們共渡時間 他們就不願意這樣做 離譜得不得了 好了 如果住在上海浦東浦西 或者你們有朋友住在那裏的地方 其實我也 想告訴你們 真的你們要跟他們說一聲 你們有心理準備 接下來的封鎖 可能是有排的 那個時間封多久 真是沒有人知道 要他們 一有機會買到文資 就盡量買 如果不買 第二天沒有機會買的 這個是真的 好 這一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裏 拜拜